來 我問一下小冰冰 去年年底來上節目 你從私底下請教老師 回去呢 你就立刻把你的影視公司 從戲紙搬遷 果然馬上甩開衰韻 業績飆漲 真的喔 因為風水的問題 這個真的很靈 很準 真的 應該這麼說很準 就是聽了老師講的話之後 然後後來 音錯陽差的機會 就是隔了一個禮拜 就有人約我去 談一個APP的案子 結果就約在內湖 結果到了內湖 我一看 這個地方是攝影棚耶 而且是全新的 但裡面就只有兩個人 就是老闆 跟他的一個助理 然後就跟我在談APP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這邊攝影棚都很好 可是我們沒有團隊 然後我就想說 那 我說那我是 可以搬過來一起 我們合作 他說沒問題 你要搬 你明後天就可以搬 那可是我在戲紙那邊 是有合約的嘛 結果我那個合約 上個禮拜就已經要到期了 要簽約的 結果那個合約一直都沒有簽位 不知道為什麼 就剛好借這個 我三天就從戲紙 搬到內湖去了 哇 地段還很好耶 對 對 就是在那個名泉橋下面 有端門 哇 很好耶 對啊 然後就一過去之後 你所有的設備都是新的 然後你就開始要招商了嘛 因為你有棚 你有團隊 那你就可以開始去找 人家業主來拍攝 他們可以租場地 然後我們就 那個時候 業績就開始慢慢地就起來了 哇 老師很厲害耶 你真的 真的 然後說 哇 那 有 是 有 稍微啦 分紅的帕數是多少 都是 跟對方一起合作嘛 所以我們就是一人一半 因為我書團隊 它是硬體設備它的 團隊我帶的 所以我們就一人一半 但是到我這邊的一半 那因為我當初有承諾過 小小兵嘛 現在就是要來講這件就是的 就是說到了年底 我們會 我們這邊會分紅 那我拿了這一半之後 就有 你是30%嘛 對不對 我是30% 對 因為300萬就是30% 已經算很便宜了 對不對 好 小小兵 小兵 我先問你 你到現在還會相信你爸爸嗎 yes or no 呃 no 沒什麼no no 應該是no 謝謝 來 話講回來 觀眾朋友知道一下 這個當初喔 你大方借給爸爸 300萬去投資公司 結果 現在不但沒有拿到股東分紅 連你用了9年的舊電腦 他也不肯幫你換新的 就是高中畢業嘛 他說要給我台新電腦 我說好啊 你的電腦用幾年了 9年啊 我國小用到現在 還跑得動啊 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然後他就說要給我電腦嘛 我說高中畢業禮物OK 然後過一兩個月 暑假過兩天說 欸 我的電腦咧 然後他就說 等公司賺錢再說 欸 我說什麼時候賺錢 他說不知道 我說明年嗎 他說不要這樣詛咒他 哈哈哈哈 我的電腦到現在都沒有拿到 對啊 你真的不要煮 你還說下個月嗎 對 下個月馬上賺錢對不對 聽了就高興 貸款都要幫他買電腦 哈哈哈哈 你只要出一支錢 你不是業績飆升了嗎 沒有啦 那要等到年底 大家分紅的時候 那現在錢都放在哪裡 沒有啊 大家現在都還在公司裡面 那電腦那台多少錢啊 五萬塊吧 好一點五萬塊 真的 我要跟你講 五萬塊 300萬 300除五除多少 六 不好意思 我外圍不太了解 六十台啊 六十 對啊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開網咖了 等一下 三百萬借多久了 去年而已 不是高音嗎 前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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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利息對不對 利滾利 總是那台電腦是 可以滾出來的吧 拿回來自己買電腦開網咖 來 對 來 沒問題 我幫你 幫我 來 你唸出來 賀溫玄夜成為大學新鮮人 爸爸特此送上你期待久的電腦主機 以之鼓勵 如果這個節目 如果這個月沒送出 就親自掏腰包 讓你去日本遊學三個月 欸 那你還是不要送我電腦好了 我想去 我想去日本三個月 哈哈哈哈 還要這樣子的 但是這個還是要簽啊 這個如果沒有簽的話 對不對 你覺得兩頭都沒有 而且在我們節目簽 我們節目很多人看 如果你沒有拿到的時候 可以再來 這邊還有立書人 欸 要不要簽一下 這感覺怎麼好像接本票 什麼 對 哈哈哈 欸 莫爾律師 這樣子其實是有效的 當然有效啊 當然是有效的 我都哭了 我真的 哈哈哈 我都哭了喔 哈哈哈 欸 他小小年紀 存了三百萬 被你這樣子弄沒了 他都沒哭 哈哈哈 這個 呵 這個 呵 這怎麼會 好像來這邊不是 哈哈哈 欸 真的有欸 溫躁宇 冰冰 真的有欸 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來 這個給你 好 心情還不錯啊 你還是真的不要送我電腦 我想去日本 為什麼在日本那裡 電腦貴這麼多 好 我先來講一下 他的那個電腦 九年前的那台電腦 當初我去買他那台電腦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這台電腦 最好的設備 裝上去多少錢 當初那台電腦 就裝了七萬多塊 是當時頂尖的頂級 然後我說這個七萬多 還可以用多久 他說最少用十年 所以他現在九年了 你看到沒有 那個人沒有說謊 當時花七萬多 他現在要換一台新電腦 也才五萬多而已 那我也可以換七萬多了 十萬的都有 那十萬的都有 對 可以換個十萬的啊 對 不過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當初幫他買的 也沒有虧待他啦 對 不過要祝福爸爸 這個時來運轉 趕快賺錢 電腦也有啦 日本遊學也有啦 然後三百萬也有了 你爸爸其實不是一個小氣的爸爸 對 他真是時運不計 喔 對不對 對啊 沒錯 現在要計了 要計了 都計起來了 都簽了 怎麼都簽了 是 但是問一下明 你會慶幸爸爸當時沒給你借錢 投資去公司嗎 嗯 其實還好啦 其實是還好 所以你願意借就對了啦 你下場會跟 那還是 少一點好了 可以贊助一下 我覺得日本留學三個月 那你那邊有多少 這我不知道 沒有去注意去看過自己那個 你不知道你有多少 對 因為最近事情都比較忙 就沒有一直去看存款有多少這樣 存款是在你身邊嗎 存 好像存在阿嬤那邊 就比較沒有去看 欸 那迷你賓那邊有多少 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要問阿嬤才知道 所以你就沒有跟他借 阿嬤也是很防他的 我怎麼借 我跟他借我要跟阿嬤講啊 阿嬤就會說要幹嘛 對不對 不可以 對 對啊 都要放阿嬤那邊 你幹嘛放你爸那邊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誰放誰那邊 我不知道欸 我們都是射手做的 比較喜歡冒險 對 樂觀 對 進取 對 要挑戰 但是欸 問一下那個 迷你賓說 你當時還在打棒球 又住校 所以花錢也花很兇 所以你爸爸那個時候 才沒跟你借錢 因為那時候確實是 花的會比較兇一點 就有住校的話 也要有住宿的費用 然後因為買一些棒球的東西 也會花比較多的錢 都自己付喔 就跟阿嬤那邊拿 就是看還有多少 我就盡量能用就用啊 不太會去花 不是 這個不是 都是要爸爸付嗎 有啦 有時候會找他 對不對 父親節快樂的時候 就是要叫他父親啊 對啊 父親 對啊 怎麼 對不對 不是啦 是這樣子的啦 就是我都會回家 定時每個月交錢給我媽媽 那阿嬤就會說 那這樣這筆錢呢 我們就撥一些在他那邊 在他這邊 喔 對 那因為他的部分是因為 他早一點的 很紅的那個時候 有放一些錢在我的戶頭裡 那我都把他拿去做投資 所以我才會說 我用到他的三百萬 這樣子的 喔 是喔 父親節我也有父親喔 我也有父 對 那就好啦 我們會覺得他老爸 快乖耶 你媽媽 冰冰媽算是 就是你母親算是看透你了 所以現在 一有錢就趕快都存在 孫子的戶頭裡面 對 希望不要動 沒錯 怕你再去投資吧 我們進入下一題的時候 如果講到好的時候 你就先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對 就不要讓他聽 萬一如果說 覺得我們現在要分析 小冰冰的命盤 如果萬一他之後又很會賺 然後被他爸爸聽見了 那好嗎 是 他已經成年了 我沒有辦法肩負他了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下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